台南公廟奇妙做的 奇妙對談是什麼意思 大家知道台南市是宗教制度也是公廟制度 很多具有歷史的、具有文化的 甚至擔任領頭兩角色的公廟都坐落在台南 因此我們要讓這些文化能夠深耕 而且能夠延續下去 就用一個跟現在最流行的Podcast 能夠結合在一起 可以讓很多新民朋友們 藉著掃QR Code 就可以進入這個奇妙對談的一個 許多聽聽、許多Podcast的內容 然後能夠讓大家了解 許多公廟 許多他的淵源、歷史 以及他現在所代表的意義 那很多公廟其實隨著現在的時代的演變 很多公廟就要跟上 就可能都必須要跟上吵 這沒辦法的事情 我們許多公廟的信徒都是年長者 可是你可以看到連大甲、正南宮、媽祖 都已經出現Q版的時候 你就知道許多公廟 需要很多年輕人 被年輕人有接受信仰 而且理解 那除了舉辦每年的淨香活動 造成很多宏洞之外 也讓媽祖或許多神奇、神明 都能夠有一些 比較可愛吸引年輕人 目光的這個扮相造型 因此 我們對於這個奇妙 對談寄予很深的期望 也能夠讓 希望奇妙對談裡面所 彈出的故事 彈出人生的哲理 彈出公廟的演化 眼鏡都能夠讓吸引年輕人目光 讓他們更了解 台南的宗教文化律師 更願意來台南 來公廟參拜也好 或是尋求人生的疑惑的解答也好 或是了解一些神明 他的過去也好 這個我們都是很期待 也很謝謝我們各大公廟 也很謝謝成功大學的陳老師 能夠協助我們這個奇妙對談 能夠辦得更順利 能夠有更多公廟一起來 我們這個公廟 超過1,647間 可以說是全國最多的一個地方 所以我們台南的總統文化 其實非常非常的成果 這次台北市政府文化局特別 曾曾大特務教授 陳議員教授 共同推出一個結尾 就是台南的奇妙對談 就是台南這些公廟 很多這些有極速的這些故事 透過這種對談 現代資訊的這個方式 來大家做一個介紹 所以這次我們總統有10區 11項公廟 是我們第一季的計畫 對啦 所以後來第一季第二季 因為我們的公廟都有很多故事 所以大家不能說 有什麼沒有公廟的故事 其實這次是一種 開始的一個拋磚語域的做法 希望說很多這些公廟 大家都可以共同來參與 透過這種故事的方式 讓我們很多民眾 可以來了解到我們台灣 我們台南的總統文化 這些公廟的故事 可以搞什麼 我們可以搞什麼 你可以搞什麼 我們可以搞什麼 從來 改召喚 我們可以搞什麼 題目